就是说娱乐圈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合作 绝对没有我们等不到的合作 比如风吹半夏的李光杰赵丽颖 这部剧之前谁能想到他们俩能这么搭呢 最近官方宣布了风吹半夏已经进入了预约环节 这波初期可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并且官宣预约地址时官方还顺带宣发了一波新鲜剧照 赵丽颖一袭大背头的波浪长发 红唇黑色复古又摩灯 牛仔内搭和军绿色的外套搭配 成功女企业家的气质又欲又撒 而李光杰西装革履绅绅士又休闲感 照片中的李光杰眉眼自带笑意弯弯的感 舒适又沉稳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屏幕 背靠着暖光幽暗的室内灯光感 整个人都是一种可依靠可依赖的成熟男人的感觉 风吹半夏这部剧改编自安奈的小说不得往生 上个世纪90年代 徐半夏凭借独辣的商业眼光和头脑 成为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自己的白月光照类 从目前所曝光的几处剧情预告片来看 赵磊和徐半夏的搭配 有点商业CP的味道 一个是果敢个性的女人 一个是沉稳内敛可依靠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里 赵磊的出现更像是引导徐半夏的那一抹光 所以很多的时候 李光杰和赵丽颖同框时的画面都是这样的 像小女生不顾一切的冲进李光杰的怀抱里 像树懒一样的娇小可爱 还会依偎在李光杰的肩竞处撒娇 而李光杰则像是可依靠的大树一般稳重靠谱 又有足够的温柔和耐性 或者是两人处在办公室内时 赵丽颖会歪头寻求李光杰的帮助 一脸笑意盈盈地等待着李光杰给自己的引导方向 而李光杰永远是一副宠溺的神情看着徐半夏 一身西装绅士优雅 举手头足间又是亲密和偏爱的感觉 难怪他俩的预告片爆出后 网友就说 成年人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苏感 就连他俩被爆出的剧情 路透都是赵丽颖小鸟依人的挽折李光杰 而李光杰一副成熟男人的味道 看着撒娇的另一半 谢谢大叔和小萝莉的味道已经挠不好了 这部剧中除了赵丽颖饰演的许斑夏 很有看点以外 李光杰饰演的赵磊 那种商业成功人士的双伤 和温柔大叔的反差感 也很值得被单拎出来的戏品 毕竟作为高管的赵磊 在官宣的剧照中 所透出的那种诚服和野心的眼神也是真的 不得不说 越说越开始期待这两人的剧中火花了 你们快去预约风吹半夏